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能够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在众弟兄姐妹面前做见证 那接下来我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奉献对我成长的帮助和这样一个宝贵的经历 在我自己回想自己奉献经历的时候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始呢是来教会听道,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那就是听,那然后也看别人奉献 在主席说,当你还未信主的时候,请你不要介意奉献带从你面前经过 那个时候我是特别不介意的,那在受洗之后呢,自己也要开始学会奉献 这对我当时一个学生来说呢,就是一个小小的挑战了 钱不多,几个硬币而已,但是呢,确实实施是一个很好的操练 也是开始了新的一个功课 到阶段二的时候,就是硬币变成纸币的时候呢,就真的是有一点心疼了 那一段时间过后呢,我发现我并没有因为我的奉献导致我的缺乏 这个时候也更加有信心,更加的认可奉献 到阶段三的时候呢,难度就增加很多了 至少我心理上认为这样的难度是增加了 因为工作稳定了,收入也增加了 这个时候奉献对我来说就是一笔数目 也是这个时候,我突然能够深刻的体会到 路加福音十八章阿淑姐说的 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呢 我还不是财主,但已经舍不得 真的是感谢主让自己有这样一个警醒和反省 那这个反省呢,使我能够自己突破自己心理上的困难 愿意随着收入的增多而加多奉献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也是特别鼓励到我 万钧之一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 以此事实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随着工作的变动,收入的增加 我的奉献额也增多,但是实实在在的说 每一次增加我奉献额度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也非常的不容易 那中国人讲究未雨绸缪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忧虑明天的一个人 特别是结婚之后又有了小孩 那不再是一个人 没钱的时候睡个杂物间也可以啊 饿了吃碗泡面,要搬家两个行李箱子就行了 那现在也不是了 上个礼拜我们搬家,你给我20个行李箱子也搬不完啊 那现在就是生活好了,反而畏首畏尾了 那这些都是我的思想斗争 那实际上怎么可能因为我的奉献 更加多导致我就活不下去了呢 我所以靠的神是连天上的飞鸟都看顾 更何后我们被他视为眼中的同仁 我所用的,我的新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 当我自己回想我自己换工作 特别是面试的时候 我能够清晰的感受到 这就是神给我的那份工作 我的反应,我的应答,我的谈吐 那个时候我能够感受到 这真的是已经超出我日常的一个能力的范围 然后在面试当中 当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说的那些话 我能真真实实感受到 这就是神赐给我的那份工作 特别是两年前 我们从自己的房子里搬出来 然后租了一个房子住 那房屋的租金呢 比我们之前的房屋支出要高出很多 那正是那个时候 我也换了一份新的工作 那新的工作,薪水 多出来那部分呢 正正好好补上了这样的缺口 当时我真的是哈利路亚主要 感谢你,感谢你的信使 那这么多恩典,这么多神迹 显在我的生命里 就真的是甘心乐意的去奉献 不是交易,也不是纳税 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在我为信主之前呢 我也有过认为 奉献就跟佛教一样 有一点交保护费的意思 我给你钱,你保佑我 但弟兄姐妹 如果真的是有一位创造万有的主 他肯定不需要我的钱 也不需要和我做交易 交易是什么 就是互通有无嘛 那我有怎么能给他是他所没有的呢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说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愿弟兄姐妹凡事都顺靠 幸福 也求主赐诸般的恩典与怜悯 丰丰富富的领导 每一位弟兄姐妹 感谢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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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